花莲首例的10公斤以下小儿心脏完全矫正修补手术 术后恢复状况良好 2020年出生的小汤圆还在妈妈肚子里 就被发现心事中隔缺损 而出生后诊断罹患又心事双出口 而出生14天就由花莲慈悸医院医疗团队守护 如今2岁快10公斤的小汤圆弟弟当上了哥哥 16号上午和汤圆妈妈回到花莲慈院 感恩院内的医疗团队开心守护 开心吃着杯子蛋糕的小汤圆弟弟 已经是个要照顾妹妹的两岁哥哥 2020年出生的小汤圆还在妈妈肚子里 就被发现心事中隔缺损 出生后诊断罹患又心事双出口 出生14天就由花莲慈悸医院心脏外科团队 为他进行肺动脉崩扎术 并且安排要在1岁的时候 进行花莲首例10公斤以下 小儿心脏完全矫正修补手术 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到高层次的时候 他是说有一个差不多1公分 他长大一点他可能会自己长出来 那我就没有特别在因为就离开 想说长大一点就会长回来的 所以当出生的时候我也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然后到后来医生讲完之后 就是他有经过比较详细的解说 那我就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到成交 他的专业动伤就会很放弃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还是有在花莲做 就没有说起 一定是要转到台北 还是怎么样 邱平云主任表示 新生儿有时可以在产检 透过高层次超音波发现先天性心脏病 以小汤圆的状况 右心室双出口 主动脉跟肺动脉都和右心室相接 出生就会横喘 甚至无法脱离呼吸器 如果不接受治疗 就要面对心脏衰竭的险境 小朋友他的心脏病是一个右心室双出口 而且他并没有合并肺动脉的狭窄 也就是说他的心脏的构造 会让他到肺部的血流量非常非常的大 也就是说这个小朋友 他会遭受一个非常厉害的 心脏衰竭的一个现象 那对他的立即性的影响 就是他会呼吸非常的喘 他不太会黑 但是会横喘 喘到他需要用呼吸器来维持他的生命 他没有办法拿掉呼吸器 那这种结构上的问题 不是我们说用什么心导管啊 或是用药物就可以控制下来的 所以像他这样子的疾病 我一开始跟家属谈的就是手术 这一定要手术来治疗 胎儿的心脏超音波 执行上其实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小朋友在妈妈的肚子里 你要隔着妈妈的肚皮这样进去扫 那另外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那个姿势有的时候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小朋友愿不愿意让你很顺利的看到他的心脏 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控制 所以其实胎儿的心脏超音波其实比较困难 那他其实妈妈有去做高层次的检查 那他那个时候就怀疑就是有一个先天性心脏病 所以出生之后加上他呼吸喘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在帮他做详细的心脏超音波的检查 小汤圆妈妈表示 很高兴在花园就能接受治疗 不用特地跑到外线市 避免转送过程的风险 所处后虽然一度出现全身发炎反应 所幸在医疗团队和家人支持下 术后一周成功出院 小汤圆开新手术是花园祠院成立36年来 第一例小小年纪进行复杂先天性心脏畸形开刀的成功案例 对医疗团队是重要的里程碑 对花洞地区民众来说 有更多治疗心脏疾病的选择 记得长邦彦联士报导